布林肯东施孝贫 美国的中东中亚大战略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就在本月的10号和11号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高级外交人员 开了一次见面会 这个事呢 是国安顾问沙利文和王毅之间的事情 那有人要问了 美西宗拜登的左右神策军中 为布林肯跑到哪去了 他去干什么了 被血藏了 还是最近卷入了亨特拜登的那件破事 要被辞退了呢 说实话呀 布林肯这位办事员的水平 真的不是一般的差呀 在外交圈 尤其是拜登的这个外交圈 布林肯呢属于欧洲派 但是呢 你也看到了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土耳其的左右横跳 马克龙的最近反水 加上北爱尔兰的骚操作 这个人的能力啊 已经被怀疑了 已故的资深参议员 约翰·麦凯恩就曾经说过布林肯 除了石化龙卷风和吹牛逼意外 啥也不是 没什么实际的外事经验 美国外交如果由他来带领啊 会出大问题 他还说 布林肯是美国长远利益的 巨大国家安全威胁 也就是说你说出了这个话呢 等于说给布林肯定了调了 这个人呢 只会说大话 真会办事的时候呢 他还没有 另外一派呢 就是亚洲派或者印太派 这边呢 能人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 那个亚太沙皇坎贝尔 和国安顾问沙利文 沙利文最近的风头很大呀 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 维也纳峰会 都是由他来主持 都是由他来进行操办的 随着美国的战略转向 逐渐集中在西太平洋 沙利文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 我曾经预测过 现在我再说一遍 这个人是未来国务卿的不二人选 那么布林肯到哪里去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布林肯正在为美国 酝酿一个中东中亚的大战略 先给大家几个场景啊 回顾一下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 围绕着中东和中亚 这几件大事 首先一件呢 是2021年9月 美国呢 阿富汗撤军撤的呢 非常非常的狼狈 西共时刻在线 超级大国呢 形象一落千丈 这等同于呢 在中亚地区呢 影响力大减 军事直接控制世界岛中央 如今呢 这股力量呢 已经不存在了 第二件事呢 就是哈萨克斯坦 2022年1月的颜色革命 这个事呢 很突然 但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规模很大 但是很快呢 被集体安全组织的 快速反应部队呢 平息 但是这个事呢 也说明了问题 说明了头一件问题 哈萨克斯坦处于 转型期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它的动荡呢 会有一些 另外一个呢 就是NGO在中亚地区的作用 不容小却 有可利用的价值 也就是统战价值 尤其是在俄乌战争之后 哈萨克斯坦的动作 如果最近大家关注 阿里耶夫最近的动作 动作的话 可谓是微妙至极啊 他呢 搞左右平衡手 这边呢 又跟中国洽谈 另外一边呢 跟美国搞好关系 然后呢 跟俄罗斯呢 这个距离呢 哎 距离保持住 但是呢 俄罗斯这个国庆阅兵呢 他去参加了 所以这个人 现在正在搞平衡外交 你说上层搞平衡外交 然后呢 中下层 哎 比较亲美 比较亲西方 然后NGO在这一地区 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呢 哈萨克斯坦这个地方呢 还有变数 其实整个中亚地区都有这个问题 都是他们在苏联解体之后 然后呢 大量的NGO呢 帮助建设了很多社会团体 而这些社会团体 他受西方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厉害 而且呢 在年轻人一代 在逐渐的这些中年人当中 西方的影响呢 已经根深蒂固 也就是说 这些人 这些国家呢 虽然带发展 这些国家呢 虽然很贫穷 但是他们由于NGO的洗脑 对西方的畅想 对西方的憧憬 也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呢 就是去年10月 伊朗的投金运动 这个事闹得非常非常的大 等同于什么呢 伊朗内部的亲美势力 或者NGO组织这些亲美势力 已经到了可以闹事 左右政策的地步了 这个东西 哪怕是在10年之前 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现在他们在伊朗 可以搞出这么大规模来 也就是说呢 这些人呢 也是可有利用价值的 第四件事呢 就是今年3月 沙特跟伊朗之间 在北京签的那个 复交协定 或者叫北京宣言 这个事对美国的打击是巨大的 等同于呢 自1970年以来的 美国中东战略 开始转向了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 等同于彻底失败 虽然还有驻军 但是中东地区 已经化干戈为玉帛 使得美国 依靠借力打力的操作 无法实施了 美国在这地区的威望 只有是越来越往下走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态势来说 其实吧 北京宣言 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圈呢 打击巨大 无论是你从军界 还是学界 还是政界 从上到下呢 都在深刻的反思 最近无论是纽约时报 大西洋月刊 华盛顿邮报 甚至福克斯 国家利益 包括外交杂志 外交事务 这些报刊 这些期刊 这些刊物 都在深刻反思 美国在中东 到底出了什么事 到底错在了哪里 其实很多问题呢 不是第一时间 就能说明的 但是他们可以论证 到了两点 我可以总结的两点 头一个是中东人民 有的新想法 中东向往的不是战争 中东向往的不是 势力范围的扩张 而是发展和繁荣了 也就是说 中东人民的诉求已经改变 但是美国呢 没有因此而改变 美国还是依旧以前的秩序 第二个事呢 就是中东地区 对中国的方案呢 相当青睐 然后呢 国家利益直接了当的就说 中国模式在中东 已经胜利了 这个是变化 那布林肯来说呢 他呢 很着急 欧洲一大堆烂事 他搞得非常不好 然后呢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政绩啊 下一届国务卿呢 他可能当不上了 所以他很着急 所以他就搞了一个 所谓的和平协议啊 他想搞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呢 就用之前的成语 东师孝贫啊 来说这个布林肯 其实布林肯啊 把他当成东师呢 有点 有点埋开他了 我比较喜欢说他是苦瓜脸 或者呢 美西东拜登的大太监 这个比较好 其实啊 之前呢 布林肯呢 看着这么一个影像 就是王毅跟秦刚啊 搞了一个类似戴威营的协议 在北京签了这么个宣言 沙特中国和这个伊朗的外交人员呢 三个人在握手 这张照片 影响了世界啊 这是影像的事件 影响了世界 然后呢 布林肯非常着急 布林肯呢 然后在2023年的5月4号 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前吧 在美国的外交学院 其实美国也有外交学院 美国的外交学院 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外长 举行会谈 试图呢 促成双方的和解 然后呢 三位外长的照片握手啊 握手照片呢 也出来了 不过呢 显得非常的不自然啊 强扭的话不甜 据说当时啊 双方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呢 打强了停火协议啊 给了 给足了面子 但是不过呢 很快被打脸 因为昨天 两国呢 又爆发了冲突 又爆发了流血事件 等于说呢 哎 这个布林肯搞的这个 所谓的这种啊 这种这种外交斡旋呢 最后失败了 但是呢 虽然失败了呀 我们似乎看到了一场 美国在中东中亚地区的大战略 正在酝酿 为什么这么说大战略呢 美国不是在中的中亚地区 他失去拉盘之后 他开始撤了吗 在中东地区 因为北京宣言 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他呢 已经开始在这个地方 丧失了自己之前的优势吗 但是美国呢 其实呢 他不甘心 美国这会儿不甘心 他在做自己的牌 进行反攻 哪怕呢 给其他战场上呢 给其他战场上 增加一些时间呢 也好 其实美国最近呢 一直在推牌 无论是日本 韩国还是菲律宾 在西太平洋方向 西太平洋方向呢 他推的很厉害 然后呢 就是在这个中东方向 在中东方向 其实美国可以做的呢 现在变成了 变得非常有限 尤其是在沙特跟伊朗 形成了这种和平协定的范围之内呢 美国可以做的呢 不是很多 但是呢 中东地区呢 还有个第三股势力 这第三股势力就是土耳其 以及土耳其所影响下的地区 所以这一地区呢 就变成了美国的抓手 土耳其呢 最近几年 埃尔多安一直在搞 这个所谓的左右横跳的 这种外交 他在搞外交平衡手 而他这个外交平衡手呢 土耳其是毫无底线的 完全是自己的利益至上 而这个自己的利益至上呢 不以意识形态为转向呢 对于美国来说呢 是有可乘之机的 美国在土耳其的抓手呢 还是比较多的 也就是说 现在这事呢 这一地区 我们之前也说过 尤其是中亚地区 由于呢 NGO的多年运作 在年轻人当中 亲西方势力明显 比如说哈萨克斯坦 这场颜色革命的时候 当时呢 就有一位颜色革命的领袖 公开的就喊出了这句话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北欧一样 过着北欧人的生活 大家想着 这个话不是很荒谬吗 你哈萨克斯坦穷成这个样子 你还想过北欧人的生活 但是他背后想象征这种思潮 而这种思潮是对西方 对欧洲 对美国的一种向往 而这种向往 已经深深的扎根于哈萨克斯坦的 年轻人一代 那这个事会左右他们未来的政治 也就是说 他们的统战价值 在美国现在在逐渐的提升 而且呢 美国认为呢 他们是可以被利用的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这个地区 中亚地区呢 高加索地区呢 是传统的俄罗斯势力范围 但是由于俄罗斯现在 因俄乌战争自顾不暇 给了美国的机会 另外呢 这一地区包括土耳其 都在面临上层建筑的洗牌 灵活外交搞的呢 也比较多 所以呢 给了美国呢 在这地区的机会 我们之前也说过 波罗 波罗地海三小只 怎么怎么立 其实 高加索也有三小只 高加索三小只呢 就挺有意思的 首先一个呢 斯大林的老家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呢 是个基督教国家 但是我们也知道 04年呢 爆发了颜色革命 当时这个 萨卡什维利上牌嘛 然后08年呢 这个格鲁吉亚呢 因为作死啊 被这个大毛熊呢 给舔了 被大毛熊舔了之后呢 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就是完全的亲西方 也就是说呢 美国欧洲 已经得到了格鲁吉亚 而且格鲁吉亚呢 一直呢 是支持乌克兰战争的 好像还到 还往乌克兰派兵了 阿塞拜疆 是另外一回事 阿塞拜疆呢 这个领导人呢 喜欢搞平衡外交 他是平衡外交的小能手 他跟俄罗斯关系也不错 跟土耳其又是盟国 同时呢 跟美国 以色列走得还非常近 所以阿塞拜疆呢 在中间 他就说 我就是一个平衡的小能手 然后我又是个能源大国 我又是个能源大国 那你们大家都来 过来 谁给的钱多呢 谁就来 亚美尼亚呢 在这个地区呢 就是个小可联了 为什么是个小可联呢 东正教啊 东正教 然后呢 与土耳其这个民族呢 还有民族仇恨 一战的时候嘛 不是大量的亚美尼亚人 因为土耳其的虐待 死于非命啊 这个事叫亚美尼亚大屠杀嘛 这个事 所以亚美尼亚呢 是个小可联 俄罗斯的盟国 但是俄罗斯 现在我们也知道 俄乌战争的被缠的呢 不可开交 也顾不上他了 然后近几年呢 亚美尼亚呢 也转向了亲美 亲西方 亚美尼亚 其实跟以色列一样 在海外呢 都有大量的居民 然后呢 亚美尼亚的居民呢 跟以色列在海外的居民 也是一样的 影响力都非常大 尤其是在西方的影响力 也就是说 亚美尼亚在美国 在西方呢 还是有一定的人脉 也就是说呢 他呢 不是所谓的那么孤立 虽然他的地理位置 非常的不好 加在土耳其和阿太拜疆之间 但是 他因为在海外 有这么多朋友 等于说什么呢 他这个情况呢 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他要亲西方呢 那西方呢 也喜闻乐见 也就是说 现在的情况呢 由于俄乌战争 俄罗斯自顾不暇 俄罗斯鞭长莫及 在高加索地区 美国在推牌 布林肯干这个事 虽然干的呢 很丑陋 干的呢 很那个什么 很没有水平 但是他在做这件事 就说明美国在这个地区 已经开始重视了 美国在这个地区 开始推自己的战略 而这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我们应该观察的 还有呢 就是高加索地区了 高加索地区 无论是南奥赛梯 还是北奥赛梯 还是英格赛提亚 还是车臣 这一地区呢 就是个多民族地区 俄罗斯分裂 适列的聚居地 这个地方 民族特别多 与俄罗斯族呢 又非 就说俄罗斯族的关系呢 不是很好 斯大林呢 在当年 因为二战的时候呢 曾经把这里边的大量民族呢 直接了当给签了中亚去了 然后后来虽然又签过来了 但是这种民族的矛盾 民族的仇恨就起来 那这样一来呢 情况就非常非常不好办了 之前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动荡不断 车臣还爆发了两次战争 如今俄罗斯被缠在乌克兰战场上 在这个地区 会不会有人蠢蠢欲动呢 如果有的话 美国会不会插上一手呢 如果有的话 美国 土耳其和这些国家的势力 会不会在这干涉一下呢 如果他们在这干涉一下对俄罗斯来说 对俄罗斯南部边境来说 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是一个看点 美国在这块有没有这个想法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通过我的观察 通过我的分析 美国很有可能在俄罗斯南部 在中亚地区和土耳其 进行一番战略推排 其实这个战略呢 已经非常清晰了 大野猫是这么分析的 首先呢 他经过了反思之后 就是反思中东战略这几十年 以及北京宣言带来的这个影响 美国的新战略是这样 是这样的一个步骤 首先呢 他试图促进新一轮的伊朗核协议 这个呢 外交事故呢 已经开始吹风 第二个呢 我们之前也也听说了 中东铁路网项目 这个能不能成的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有人开始有这个想法了 就是联合以色列 阿联酋 印度包括美国和这个沙特拉伯 搞一个美国中东版的一带一路 在中东搞自己的铁路网 然后搞自己的铁路网呢 在中东的这个铁路运输的这个脉络上呢 美国可以有一席之地 美国能不能战胜一带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呢 应该战胜不了 这个事到最后能不能达成呢 达成很困难 但是即便达成了 美国不管怎么说 在这个地方呢 还是有一席之地 不是完全被挤出去 第三个呢 就是土耳其了 有人说美国在土耳其搞颜色革命 美国想不想就是说让爱尔多安下台呢 在美国的自由派 就是亲拜登民主党这一派呢 和欧洲的自由派 冯德莱恩这些人呢 他们认为呢 爱尔多安 也就是我们的爱苏丹呢 是应该下台的 因为他是反民主的 但是在欧洲的本土派 在美国的本土派 尤其是美国的民粹派 川普这边呢 他认为爱尔多安呢 无所谓 他在台上是可以的 美国的战略学会 他们认为 无所谓 美国的外交层面 别看他们表面上宣传 支持共和人民党领袖 凯默尔 基里克 十奥卢 但是 他在就是说 具体推行自己的政策的时候呢 他还是依靠现行的状况 土耳其的情况呢 其实他早在几年之间呢 都一直呢 动荡不断 有很多人呢 需要想改革 尤其是土耳其的年轻一代 其实土耳其的情况 跟哈萨哈斯坦的情况呢 就某种程度上 有一些类似 哈萨哈斯坦呢 也是年轻人受NGO影响 土耳其也不赖 土耳其的大量年轻人呢 也是比较亲西方的 在这个情况下 即便是埃苏丹获胜 民意还在那 有些东西还是可以搞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埃尔多安这个人呢 喜欢搞平衡外交 然后呢 又不讲意识形态 毫无底线 他之前搞了一个泛突厥主义 然后呢 似乎等于想把这个势力呢 扩展到中亚地区 但是呢 现在由于土耳其的实力呢 太小了 而且西方对这个事呢 又不青睐 使得土耳其搞的呢 最后自己钱没了呢 然后还没搞成 但是由于北京宣言的签订 美国在中东的抓手不多了 会不会以后利用土耳其的这个民族主义 利用土耳其这个所谓的泛突厥主义 来对中亚地区形成渗透呢 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 也就是说 以后美国 他这块有两个抓手 可以通过土耳其的影响力 自由派的影响力 或者利用泛突厥主义的民族主义 然后呢 从来一个从伊斯坦布尔到高加索到中亚五国的大战略 因为这一地区现在面临转型 正在出现社会动荡和他这个社会走向了这种十字路口 如果他在中亚地区可以实现影响的话 那他会不会对新疆地区实施影响 那这个东西我们需要观察的 这个东西我们需要观察的 我们应该居安思危 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变化 或者我们分析到了可能的变化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成 大概率就是现在美国的影响还在还是不在 这个东西我们应该观察 我个人倾向就是说呢 现在他搞这个大战略呢 为时一晚 他早干什么了 但是 他现在正在搞这个东西 趁这个机会呢 在这块呢 进行推排 那我们应该分析 我们应该看他到底呢 要做什么 这个事呢 美国很明显的在输出他的影响力 有用没用 能不能成 他不管怎么说 我们应该观察 其实最近呢 中国这边呢 也有动作 中国西安5月18号到19号 中国中亚五国峰会召开 也就是说 中国这边已经开始重视 已经开始应对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